刚刚提过的,大家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电信公司,它里面内部人员 如果这个事情没办法完成的话,因为当然电信,比如说某电信公司 它的客户人数都是几万笔 几百万笔,那这当然你如果不能快速完成,你恐怕 要下班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最快的方法不外乎就是用 这个REPT加LEN,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当然有 待会讲,或者是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像这个VBA就是这个 假设你有个按钮按下它,它快速可以把它全部完成 有没有,OK,然后呢,这个有个清除 OK,那你想,这清除不是一定要有的,我只是demo而已 OK,有的同学,有的老师一定要清楚吗?没有 你要怎么做,这是完全客制化的 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就是要把事情做出来 甚至将来,像我很多时候程式写完,我甚至不会去多增加按钮 直接在这边执行过就好了,因为我只要这个东西而已 我做完之后,我可以拿到别的地方去秀嘛,OK,那你不做按钮也没关系 再来还有什么东西呢?清除这边也可以执行啊,OK,那我待会讲这个VBA怎么用 这个就VBA,它其实实际上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你把一连串的叙述,用以Sale看了懂的方式 它会帮你把这件事情完成 OK,那另外的话,这第一个方法就是按钮 OK,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自定函数 当然呢,你在那个预设的函数里面分这么多类 可是其中呢,会多一类 就是叫使用者定义 这个所谓使用者定义就是自定函数 如果你自定函数出来之后 它会在那个使用者定义里面出现 那这个有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我这里面定义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手机函数 这个手机函数的话呢 会跳出,请你告诉我电信业者 请你告诉我区码,请你告诉我默码 那我就会告诉你答案了 有没有,我最后当然多做一件事 就点两下,结果就完成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自己量身定做的 预设里面是不会有的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那就我同学说,老师那你刚刚操函数的时候呢 跳出三个格子,有点麻烦耶 那我要选三次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更简单 我只要选一个 因为这个连续范围嘛 所以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转变 手机后面加一个范围 那什么叫手机范围? 就是你不要给我三个 因为像有些东西是一串的嘛 那我只要刷一下就好了嘛 我不用说要选三次 因为还好这里只有三个 选三次还不会觉得有什么样 可是如果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那你不是要一个一个慢慢选 所以你有什么方法刷一下 按个确定 答案也出来,你知道怎么样? 快点两下结果就完成了 那不过这个当然这后面 这个是VBA的一种 第一种方式 按钮 这个是VBA的第二种方式 是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两者其实都是VBA 那只是说写法稍微有不一样 所以待会我们会来看 按部就班来看 那我们在讲VBA之前 我们会先讲一些 比较函数方面的 那刚刚提过REPT 所以切到REPT 信号这个怎么做 参与函数里面 我们第一个来看 REPT它放在哪里 我习惯的方法是 会先选取类别 因为这个函数 是在文字类的函数 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它会R开头 所以我就找到R REPT了 那习惯上会先看一下 它需要几个参数 有没有 这里下有个 或者叫引述 REPT一个引述是Test Test应该指的是什么 要重复什么东西 比如说重复信号 第二个的话 重复Lumber Times 重复几次 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就Test给它这个 Test是几次 几次的话是根据什么 它的销售量 除以100 那就是1.58 当然你按确定它还是只有一颗星 它不会变158 不过比较精确的做法是 你应该是把它的小数点去掉 也就是什么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也就是说它还没到200 它一律只会一颗星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无条件舍去它的小数点 这边有提示 可以用IMT IMT函数的话 主要就是 其实IMT就Integer 其实就是整数 也就是说小数点 它会自动把小数点捨弃掉的意思 IMT 所以在这个地方加个IMT 前刮弧 再加个后刮弧 这样子的话 它Return 它返还给你的结果 就是没有小数点 就变整数的意思 也是无条件 舍去小数点 当然这里的话 你也可以用另外的函数 叫Rundown Rundown也可以 不过 以这边来看 用IMT还是比较简单 因为Rundown你要打很多 Rundown 对不对 它就容易拼错 IMT很好记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会出现一颗心 当然 这个时候你可以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C1的位置 如果向下填满 1会变成2 2会变成3 因为这是固定向下填满它的规则 所以记得 请你在1的这个地方 把它锁一个前的符号 其实说真的 因为一般书里面是按F4 连C也锁 我是建议你暂时 可以不要锁C 因为C的话 是向右才会发 向右C会变成D D会锁蓝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只要锁列就可以了 把它向下填满 会比较精确一点点 OK 特别重要 这个地方我把它锁 当然你两个都锁 它不影响 但是你将来向右填满 就会影响 OK 第一个IPT 第二的话 L1N 那算它的什么 这个长度 其实 怎么算呢 其实L1N 所以你就是这个地方 加一个L1N 然后把字给它 它就是帮你算里面有几个字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有两个是错误的 那你这边也可以再配合一个逻辑 逻辑 如果它等于10 表示是yes 反之是no 所以你也可以再配合什么呢 逻辑 还是这个后面 你也可以练习一下 如果它这个长度等于10的话 那表示正确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正确 OK 然后这地方的话呢 按确定 一样会 会有给你一个结果 那如果说你要两个再把它合并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里面 这个地方你可以甚至 直接打L1N 也是一样 直接L1N 这个东西 然后 后刮符 意思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不用分两阶段 一阶段也可以完成 不过前提是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是建议 你先一阶段做完再换下一阶段 打勾 这样其实也是 结果也一样 不过这个地方 你就变成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这个 它也OK 但是刚刚那个可能需要前面做完 那性别 顺便提一下 有关那个MID函数 MID函数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我们会 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抓 这个第二个字 抓一个字 那第二阶段再做逻辑判断 如果等于1 那就是男 反字就女 OK 那这边插入函数 我先用什么 用MID 所以这个地方再切到文字 文字里面的话 先用MID MID MID 跟数字 都是一个by 所以这个大概有点差 不过这一题 目前看不出来 这边有多一个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稍微再了解一下 按个确定 那我的文字 它会问你 第一个 你给我你要的文字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STAR 从哪一个字 开始 从第几个 第二个字 所以STAR 意思是第二个字 LUMBER CHARGE CHARGE 是字圆 意思是说 几个字 那要几个字 一个字 那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切出来 第二个字 取一个字 不过请特别小心 它这个1 跟这个1 是相不相等的 有没有 看 也看出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1跟这边1 有没有 外面有什么 双引号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它是所谓字 字串 就是文字 那这个 如果前后 没有双引号的话 那这是数字 文字1跟数字1 在Excel 里面 或者在VVA里面 是不相等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判断 它会出错 OK好 按确定 好 性别出来 可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结果吗 所以怎么办 我的习惯是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把 那个 第二个字切 第二阶段就是再把它 这个公式剪下来 因为我习惯第一阶段完 减下 再贴回去第二阶段 那如果还有的话 第三第四 所以其实可以做非常复杂的公式 哦 所以减下 插入函数 然后呢再利用逻辑 一幅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有没有 那这个的结果如果等于1 那就是男 反之的话呢 这就是女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会出错哦 男 可能 那哪里会出错呢 女 好 性别 OK好 那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大家你会发现 上下填满 全部都是女生了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嗯 等于1 有没有 等于1 因为我切出来的是文字的1 可是我后面比较的话 却给他一个数字的1 那其实说呢 很多人哦 乍看之下都看不出为什么 但是这就关键了 OK好 所以很多人真的搞不清楚 我觉得发现很多 其实就是没 他看起来真的没错 但是他不了解 这里面其实是不同的 尤其是在电脑的世界里面 资料 他有分成很多种资料型态 型态不一样的话 就是不相等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所以你这个地方有几个做法 要不就是改前面 要不就是改后面 改后面应该比较简单 改后面怎么改 前后加上双引号 你会发现 本来是force的 它变成true了 表示这个逻辑是为真 按确定 那为真就跑男嘛 反之force就是跑女 按确定 有没有向下填满 好 这样OK 这是第一种 我刚提过就是 如果说呢 你今天改后面 是这样的解法 可是很多地方 可能你后面的资料 是来自于 可能用V团数去抓到的东西 那它回来的话 只会是数字 不会是文字 但是你又要比较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不能够改 不能够改后面 你只能改前面 那怎么办呢 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想到 有没有某个函数 可以把原来是什么 文字 对 转换 它叫转换 OK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 有没有那个函数呢 有啊 那叫什么名称呢 不知道根本没用过 其实如果说你不熟的话 我建议啦 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找找看 它一定在文字里面 当然你也不要一个个找 因为它刚好在最下面 对 它刚好是最后一个 是Value 所以你不要 那其实 理论上说真的 如果你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 我是建议你真的就是 一个一个先去去check 那你暂时看不懂 没关系 至少你知道说 有那么一个函数 它是什么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平常 没事就稍微 就run一下的话 那你可能会 可以看到可能的做法 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啊 它里面就是放一个test test 就是文字嘛 就可以转换成数字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做法非常简单 你如果不改后面的话 你要改 你如果不改后面 你要改前面的话 你就是在这个外面包一个Value Value 钱瓜糊 在后瓜糊 就是意思就是把这个MID 包在里面就可以了 OK 那你会发现 一样也是true 有没有 所以 后面当然还有一些练习题 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可以用这个方法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结果也会是OK的 所以这个当然一种做法 其他的话 像MID的这个我想自己在练习 他说提取前面四个 前面五个 前面两个 Labs这个也比较简单 这个抓前面 Labs是抓前面 Labs是抓后面 只是这一题可能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是男 他就无先生 如果是女 就是张女士或张小姐 这地方该怎么做 他也是这样配合衣服 我想各位想想看 应该了解这个逻辑吧 只是说你要怎么刚好 所以你要怎么判断 无抓一个字 再 如果他是性别是男的话 那就补一个先生 他怎么做出来 但不是叫你复制贴上 或者自己打仗就好了 是想一个公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试一下 那当然在讲那个 综合练习之前 就是先了解那个REPT 如果你没有用过的话 那记得它是一个repeater repeater哪一个字 重复几次 那LEN的话 就算几个字 几个字 用身份字号判断一下 然后MID MID用到的机会也非常的大 那 试试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来看后面的 就算了 那 这 應該是 准备了 一 没有